大家好,我是林伯白 今天下午,然后第四十届项电机上奖公布了入园名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因为我还没有看完很多的这个电影 所以说今天的这一个点评都是一个比较前瞻性的点评 等看了更部电影之后,可能会出一个比较详细一点的讲解什么的 首先是这家电影入园的有 怒火、梅艳芳、智齿、妈妈的神奇小子、浊水漂流 这里面就是比较意料之中的 就是金鸡奖给了最佳影片的夺冠 然后在这边是没有提名的 这个也是一种比较拉踩的方式吧 就夺冠其实很明显是没法拿去这个自家电影的 但是在这个金鸡奖上却拿了自家电影就很好笑 然后像金鸡奖连提名都不给 就其实就很说明问题了 然后自家导演方面反而是陈可欣给了一个提名 这个其实倒是很可以理解 因为陈可欣他把这个 比较主旋力的电影拍的还是比较贴近实际的 尤其是对这个中美当年的这个女排之战 做了一个比较意识化的一个处理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想法 然后其他的自家导演包括文念中 他那是提名作品是纪录片好好拍电影 沉默声的怒火 梁乐民的梅艳芳 以及郑宝瑞的智齿 然后最佳编剧有 这里面就是值得说的就是 谢贤的杀出个黄昏 在就是我看了之前 前几天前几个月吧 看了一下香港这边对谢贤的这个一个评价 因为片名叫杀出个黄昏 而谢贤现在也是一个黄昏之后的年龄了 所以说香港这边的影评 很多人都会说是谢贤 他看他在他 就是他们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是谢贤 在自己的这个黄昏年龄杀出了一个表演奖项 所以说谢贤在香港这边的一个呼声还是很高的 虽然说在内地这边大陆这边 可能大家都更喜欢这个林家洞啊 或吴振宇这些人明星 但是谢贤可能在这个四十周年 哪一个自家男主角也是不意外的 然后最佳女主角 马连达娜的周秀娜 梅艳芳的王丹妮 智齿的刘亚瑟 妈妈的神奇小子吴君如 以及夺冠的龚帝 首先我个人还是延续之前的观点 就是我不是很喜欢 龚丽在独冠里面的表演 就是我觉得对于龚丽来说 他这个层次来说 独冠这个表演 我觉得 没有到他一个真正的水平 然后其他人来说的话 因为我也只看了这个梅艳芳的王丹妮 所以说当年 当时我看了之后 我就觉得王丹妮一定会提名这个 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 甚至有可能拿这个最佳女主角 所以说我还是保持一个期待吧 就是希望他能够拿下这个奖项 以及 连女主角都提了的话 其实拿这个最佳信仰员 一般应该就是百分之百会拿了 然后刘亚瑟的话 因为片子都没看 据说的话是 细分还是比较少一点 可能拿奖比较困难 然后最佳男配角 谷天乐梅艳芳 林雪杀出个黄昏 冯浩阳妈妈的神奇小子 柯伟林 浊水漂流 谢军豪浊水漂流 最佳女配角 有六个人 相比于其他的表演奖 都是五个提名 这是六个提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个投票书导致 相同导致了 第五名和第六名 一块提了 还是说组委会考虑到 表演都不错 所以提了六个人 如果是后者的话 就想再次拉踩一下 这个金鸡奖 先是前年吧 把这个最佳女配角 提了四个人 少一个人 然后去年的这个 最佳女主角 又提四个人 还少一个人 如果说真的是 没有很好的表演 提四个人倒也无所谓 但明明就是有很好的表演 却提四个人 少一个人 就很 然后最佳女主角方面 就是抱写镜 除暴 廖子鱼 梅艳芳 钟雪莹 杀出过黄昏 廖子鱼 智齿 白浪 夺冠 李立真 着水漂流 我是比较喜欢 廖子鱼在梅艳芳里的表演 但是其实也没有 很多的发挥 这个也不太好说 然后最佳新演员 除了刚才说的 王丹尼梅艳芳之外 还有 钟雪莹 杀出过黄昏 妈妈的神奇小子梁仲恒 妈妈的神奇小子 最佳新演员希望是王丹尼能够拿到 我觉得表演真的非常的入神 至于影片本身 它采用这种虚实相交切的一种方法 有人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不好 我觉得倒无所谓 反而是更能让人看出这个王丹尼本人的一些特质吧 然后最佳摄影有 手卷烟 怒火 门眼坊 第一路香 智齿 这里面可以说的是第一路香 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提了很多的技术奖 然后在这个表演奖啊 以及这个文本奖 编剧奖上面 反而是没有了 也是比较遗憾的 然后最佳剪接 有手卷烟 拆弹专家2 长津湖 怒火 智齿 最佳美术指导 有手卷烟 梅艳芳 第一路香 智齿 浊水漂流 说到这个美术指导 很多人都说什么 长津湖那个 万里长城 那一段很漂亮 我只能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那里很漂亮 你的这个 这个审美水平有待提高 因为就是电影中 当然那块确实很漂亮 但是你需要考虑到一个 它在电影中的一个 物理的实际的效果 是什么样的 如果它仅仅是很漂亮 但是它又脱离这个 现实的物理实际的话 这个很难说 它是一个优质的漂亮 然后最佳服装造型设计 有手卷烟 针三国无双 梅艳芳 第一路香 智齿 最佳动作设计 一秒拳王 手卷烟 拆弹专家二 怒火 智齿 最佳影响效果 拆弹专家二 长津湖 怒火 梅艳芳 智齿 最佳视觉效果 拆弹专家二 长津湖 怒火 梅艳芳 智齿 这里面要吐槽的 就是长津湖这个视觉效果 提名了 因为长津湖从片头的 开始的这个字幕 一直到中段的这个战争 的战场的爆破戏 然后炸弹戏份 都是很奇怪的一个 从这个 如果就是 既然经常讲的选民 都把它投出来了 这件视觉效果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 就是现在的 香港电影这边 它这个视觉效果 其实 整体质量 还是令人不太满意的 然后最佳原创电影音乐 有梅艳芳 第一炉香 智齿 妈妈的神奇小子 浊水漂流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有一秒权王 狂舞派三 怒火 妈妈的神奇小子 浊水漂流 新晋导演 一秒权王 赵善航 手卷烟 陈建朗 好好拍电影 文念中 除暴 刘浩良 浊水漂流 李俊硕 新晋导演的话 基本上就是 李俊硕和陈建朗的 二人对决了 然后最佳 亚洲华原电影 月老 美国女孩 消失的情人节 这个就很奇怪了 就是 我不太 我不太记得 就是最佳亚洲华原电影 是不是必须 只有三个提名 还是可以有五个提名 他只提了三个 就很奇怪 另外一个就是 嗯 就是全是台湾这边的 一个 电影的一个提名 就很 就很反 反映出一些什么问题了 然后这个我也不太好说 因为我之前还预测了 就是 当然也是台湾这边的一个电影 是吴生 我觉得吴生 是我很喜欢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热带雨 是新加坡的一个电影 然后这两个电影没入围 我是很 很费解的 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 我觉得这两边是铁定入围的 然后像这个月老美国女孩 以及先生的行政节 我之前在游戏的时候也提了 相当于说五进三也还OK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秒钟 这个其实 因为一秒钟本身是一个 有删减的一个性质的影片 所以说提可能是一个期望 不提也是一种 能理解的一个结果吧 然后最后就是说一下 我知道的理解点 经常讲的消息就是 有投票权的这个 经常选民 他们今年的这个投票基金很低 甚至没有去寄出自己的 这个投票的邮件 这个其实 有一点问题吧 在里面 其实单单从这个提名的 最终提名名单来看的话 确实有一点 相对于 经常讲四十周年 这么一个大的名头来说 确实有一点逊色 但这也是一个无奈之举吧 因为目前的确是 一个是疫情本身就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经常讲的一个范围 还是只是划定了 香港电影本身 而香港电影这几年 这几年 当然我是不太认同 说什么香港电影 然后本次的一个点评就是这样 我们 等看了更多的电影之后 可能会再出一个具体的说法 拜拜